你看你公司賠多少錢 你知不知道 好兇喔 時間可以倒回 你們最想要倒回知道什麼時候嗎 孫生跟林湘分手那個時候 然後把他先簽下來 我是蕾拉 I'm蕾拉 歡迎收看 我是蕾拉 I'm蕾拉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沒錯 相信大家非常好奇 蕾拉 事件之後 賠了多少錢 那我其實 一開始有在猶豫要不要拍這一集 但是呢 我發現台灣人的習慣 就是喜歡看一個人過得不好 那既然如此 我就讓你們 判到底 那也算是這個 給蕾拉重振一下信心 那也知道說 如果當工作重新回來 我們要怎麼樣好好愛惜自己的慾望 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那在這一集會給好奇的各位 一個簡單的交代 那我們幕後朋友也會用提問的方式 問問蕾拉 問問我 放寬心 開心就好 我們第一集心來簡單一點 這個月都在幹嘛 有集業配嗎 宿室嘛 所以想當然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業配 沒有任何的工作 所以這個月呢 基本上都是在沉澱自己 帶小朋友啊 把時間回歸給家人 然後讓自己隨時隨地 可以準備重新出發 那你沉澱帶 實際上在做什麼 就健身啊 有沒有看我腹肌照 這負債照 啊 肚體啊 肚體很嚴重喔 那你這段時間有多沉澱 有失蹤掉 胃口變得很糟 就是直接瘦了 大概三到六 是因為沒有 無罪失業變賬好不好 欸 下一題喔 你害你公司賠多少錢嗎 你不知道 我好兇喔 因為我們有那個抽成 然後我從我的抽成 我大概可以反推說 可是因為有一些案子是 還有包其他人一起 所以會有一些 連帶的影響 那你不覺得你們有 持接近了嗎 我是偏向不敢看 算了就過來 加上一些之前的 可能就是有到三海外 但我覺得沒辦法 就是遇到了 欸 哭心有想說要解約喔 其實雷拉也讓我賺很多錢 所以我會覺得是一個互相的狀態 當然這種時候更應該要 陪伴在旁邊 因為你是不是太陪伴了 當然啊 互相啊 所以在這個時候還存在的人 才是真朋友 啊你在這段時間有發現 真朋友跟假朋友 其實有欸 有嗎 是 來 有誰讓溫暖到妳的 講出來怕害到他們對不對 那不要不要 因為媒體會無限放大 講一個人他應該不怕 忠輝其實蠻幫的 那看起來也有在 他真的很挺啊 就是生日那時候還買了一個 麻的那個吊屍 說要我放在身上 解替自己 以後看到這個的時候 就要想到當初有多痛 就再也不能再做這件事情 那那個前輩Toys 有啊 那時候 他就有給我很多 就是很客觀的建議 跟我說 從零開始來說是好的 他這個就是說 大部分的網紅 都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 錢太好賺 當你收入八成都是葉片 你就會陷入一個幻覺 就是我呼風喚雨 像以前孫生剛爆紅的時候 他也覺得他呼風喚雨 所以一定要可能他出事啊 被館長掉了 有他才會少人變得乖 所以定期出事 某個層面對容易膨脹的人來說 是好的 為什麼我們剛開始拍片的時候 東西特別好看 那個時候 不是為了前拍嗎 但現在是為了前拍 所以我們在追逐 或者是要不用追逐啦 現在找他接業配 我要是他 要不要接隨便嗎 把控制權重新拿回到自己身上 像是我就覺得 你非常適合之後去做直播帶貨 所以都有老闆 直播帶貨缺人找人 好不好 這段時間 大優惠 大降價 阿葉配要當然也OK啦 總是得幫他想個辦法還我錢 這樣比較實際變相一點 欸其實說實話 但廠商願意拿個300萬 砸到你身上 你沒幫他們賺個1000萬 他們會拿300萬給我到你身上嗎 小布頓愛理為什麼 排那一片不怕被丟 他賣我弟很猛賺番了嗎 所以我要幫孫生弄一個天生銀杏 有開始重新接工作了嗎 就是有一些夜店廠商嘛 有沒有覺得工作來蠻快的 那是還好你有學第二技能 叫做刷DJ 不然你會網紅是花瓶 不會是 你至少是刷DJ的花瓶 沒有 小孩 找他特別表演 阿反應好 反應很好 台下 還好 全台人 阿花全台人 好笑啦 有些廠商開始回來問 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我說實話 雷拉的REALS 大家都覺得很貴 出事了 我還會賣貴嗎 他的流量隨隨便便都50萬view以上 賤賣 也不是賤賣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就當回饋服務廠商 目的不是賺錢 目的是賺很多錢 我幫你想到一個方式 你幫他們拍一支REALS 然後公司再送他十支短影音 不錯吧 很多廠商找我們會覺得 找他拍子裡面要10萬20萬 可是如果你花這個錢 是在拍這些東西跟IP 你不覺得很划算 超划算的 對我們有些案例不錯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目的是賺很多錢 對於重新拍影片流量很低有什麼看法 就回到以前的狀態 不再是為了流量 不再是為了想拍影片 是為了自己想拍而拍 所以我覺得你重新拍那些失業日記跟那個想法都很好 所以我說要發自內心面對很重要 幹他媽我受錯我到底了 幹他媽我是人渣 我是垃圾我是白的 我就能面對到觀眾知道重新接受你 才會 噓 我做YouTube了這麼久了 我也是常親訴 雖然就沒有到特別紅 但是我看得出一些端倪嗎 為什麼雷拉後來那支道歉影片 雖然江女兒我讓她上 你發自內心嘛 不要演 大家感受到你真實的狀況 我以前是犯很多錯 小時候偷襲人家腳踏車 然後被警察抓 然後結果我爸子很冷靜的 跟我說沒有關係人都會犯錯 我瞬間大哭 我覺得自己很糟糕 我不應該做這種屁的行為 在那個當下 我跟自己合計 所以你要學會跟自己合計 這是什麼零性頻道 我廢話太多了抱歉 我有錢要賠違約金 其實大部分廠商都沒有要求 賠款違約金的部分 所以這點我覺得蠻感激也蠻感恩的 甚至還有一兩個廠商 是那種一整年度的東西 然後他還願意繼續合作 可是我會覺得 被雪中送炭了 有好幾個廠商 是我一個一個親自打電話 跟老闆對接 然後跟老闆道歉 說我做錯事 三個老闆就是願意 相信我的道歉 也願意支持我 然後鼓勵我繼續下去 我會在那個案子啟動的時候 努力的做 好好的做 反正我不會辜負那些 還願意相信我的廠商 那兩位經理也出了很多事嗎 那如果時間給你倒回 你們就想要倒回到什麼時候 這問題問得很好 可是非常非常困難 我在被抓到地檢署 那個小黑牢關起來的時候 有想過 但我沒有辦法去重來 那你呢 我很希望可以回到 以太幣500的時候 我如果回到兩三年前 或者是回到貨運三雄 還沒有暴漲的那個階段 然後台股瘋狂亂買 我想過好多 有好幾個時間點 我確定我可以發財致富 我想要全部all in 大家一定都有想過 回到過去解決某件事情 過去如果能解決一件事情 當然就是回到我接觸的那一天 要接觸可以 但不要在不合法的地方 我如果回到過去一天 我想一下 我會回到孫生跟林鄉分手那個時候 然後把他先簽下來 你覺得拍這支片最大的 目的跟原理 因為我覺得還是會有很多網友 看不慣我們為什麼要繼續 活在這個網路世界上 誰這麼壞 但我還是覺得說 你做錯事情就要受到懲罰 不管是法律的制裁 還是網友的制裁 我們都已被制裁 還有甚至是 工作上的制裁 也被制裁了 所以我覺得 路還是要往前走 人還是要繼續過生活 那面對後續 現在就是常常慢慢邀約再進來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來找雷拉工作 最近業的方式幫你拍出 最厲害的影片 就是她一定可以做到的 好 那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雷拉的頻道 偶爾會鼓勵她勇於做自己 拍出自己喜歡的影片跟作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反骨文酷炫的頻道 我是雷拉 我是酷炫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對於拍片這件事有沒有動 有沒有想過轉方嗎 你幻想一下你現在財富自由了 現在用你財富自由的狀態回答這段話 所以我會想繼續做 做我想做的事情 因為拍片 很爽啊 對你要繼續爽下去 觀眾才會跟你爽 為什麼鍾明軒很騙你 這麼多人看 財富自由了 馬操 做我想做的事情 很久 發